温暖跨海交流 两岸NGO 来协助恐怕很难实现 而我们今天就要透过 我口中的有心人高炳海先生 来跟我们谈谈 他如何为这些官兵 人生画上句点而不是经谈好 非常欢迎 高先生您好 您好 高先生今年已经80岁高龄了 对80 其实您也是一位职业的律师 也是法官 那么在今年中 或香港台商所创办的 两岸新奖之前 那么在两三年前 您也获得中国的感动人物 占个奖的肯定 其实这些善行一举 都是您这些年 为这些曾经历经 两岸战火的官兵们 完成遗愿 当然首先我们就想 要让更多朋友可以了解 您的善行一举 真的是有它的不凡之处 很不简单 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您愿意挑起这个重担 像这样子 我是1948年 13岁 我离开家 离开山东 我的家乡是山东 荷泽县 荷泽 荷泽 不是荷花的荷 是草子头 下面一个淡水河的河 13年水 不是丹利人 荷泽县 我是山东 荷泽县出生的 那出来的时候 1948年 我才13岁 我是跟着那些学长 因为我刚刚考取初中一年级 一天也没读 就跟着那些学长 跟着那些乡长 就流落到江南 然后1949年 就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以后 我就是一路走来 可以说是 都是这些学长乡长 但是没有他们 我不可能到台湾 高先生 那个时候 你的家人 没有跟你一起 没有 就我一个小孩 怎么会 因为这是一个 政治上的原因 政治上的原因 因为我家里面 都是国民党 我家里都是国民党 我想翻开这段历史的话 或许有些人 大概就可以了解 其中的 无奈之处 那都是过去的历史了 对 那因为政治上的原因 那就是我母亲叫我 一定要跟着国民党 一定要看到那个冒花 冒花上有个太阳的 你就跟着他走 那有个新型的 你就不要跟了 那时候母亲是这样说的 那在我的优小的心灵里边 母亲讲的话就是真理 所以我就跟着这些学长 就跟着那个冒花 就到台湾 到台湾以后 我就遇到贵人 考的建国中学 叶建部 不简单 不简单 我就考初中一年级 就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然后我又进了大学 发律系 做了十年的发官 又做了 现在做了四十年的律师 但是在这段时间 那些老哥们 有的成家立业了 有的老兵 他们是没有文化 很孤独 我的办公室呢 我的律师的事务所 变成这些老兵的 这老哥们的一个聚会的场所 聚会的场所 那又后来又成立通乡会 我又是一个北年的会长 这个通乡会会长退不掉 那更是这些老兵们 他的基本资料上 那个紧急通知员都是骗到我 因为他们没有成家 那个两岸开放以前 他们有的就先后就走了 因为有的年龄大了 有的身体不好 走了 走以前 因为我是会长 每一次聚会的时候 大家都讲高明函 我们这辈子回家是没有希望了 因为那个两岸对此很厉害嘛 对对 所以以后万一有机会 能回家的时候 可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带回家 我家住到什么洋庄 住到那个西头第一家 什么时候 就讲的都很清楚 因为都是同一个县的同乡嘛 是 两岸开放以后 第一要务我就是 我要信守我的承诺 承诺 我老哥 我一定带你们回家 那开放以后 我就送这个老哥回家 落叶归根 我一开始有点感恩的那种理念 知道吧 有点感恩 有点信守承诺 就是你们都拜托我了 你们就把我当作家人 紧急联络人 你们把我当作家长 那我如果是能够回老家 我一定帮你们带回去 是 我是 一个是感恩 一个信守我的承诺 不容易 我想同乡情谊 当初颠沛流离 来到台湾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在那个时候 来自何泽的同乡多吗 不少 那个大概有两百多 两百多位 两百多 两百多 我一开始就是认识的这些同乡 我把他们送回去 这都是贺责的 都是贺责的 贺责的 贺责电视台发现我 咦 这位老先生这么报骨灰 他们一开始报第一个的时候 他们因为我这个是从台湾报了的 我的家长 我的父母 后来他发现我第二个 我又报了两个 第三个又又报了三个 他们就开始追踪我 追踪我以后 他们认为我是在送老乡的骨灰回家乡 他们就做了个纪录片 送到那个他们的那个大陆的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就把这个纪录片定个名叫 娘啊我要回家 就开始播送 这一播送变成传过性的了 找我的闲着 不只贺责的 都不认识的 都是他们大陆的家属来找我 拜托我 是是 我想刚开始踏出这一步非常的不简单 刚刚你有提到 其实过去两岸是不相往来的 但是在1987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探亲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 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就开始把同乡的这个骨灰坛 背回他的家乡 只不过都不相往来这么的久 你怎么样去找到他的故乡呢 虽然他告诉你地址啊 但是家乡没变吗 那个时候1987年的时候吧 就是台湾有通过可以前往大陆探亲 可是您回到您这些老哥们 或是朋友的故乡都没变吗 好找吗 那有的是他们的家人都不在了 哦 对 那有的房子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是 一开始我是送到我们同乡会的这些老哥 所以他们都在我那里登记了有基本资料 他们是赫征县 什么乡 什么村 都登记了很清楚 所以是一开始 我抱我老家的这些老哥们的故乡回家乡啊 找他们的家人 找他们的弟子都没问题 哦 那之前大家有通信吗 就是不能够回乡探亲 他们没有通信 没有通信啊 没有通信 到家乡的时候 我首先要请他们的台办 哦 请台办协助我 这个是阳楼 这个村庄的名字叫阳楼 这位朱大哥他是阳楼人 好 我就找台办 这个什么乡的阳楼 他们家里还有没有人 他们家里有人 那我就把故乡交给他们的家人 如果我们找的结果没有人 因为生前这些老哥们都有交代给我 万一我的家人找不到 你就把我的骨灰 撒到我的村庄东头 那有的同样交代得特别仔细 那个东头有个大槐树 东头一华里那个地方 有个村庄的东头 大槐 有一华里的地方有个大槐树 大槐树的周围都是我家的地 都是我的地 你就把我的骨灰啊 就扫到那个大槐树周围就可以了 那就是没有家人的 找不到家人的都有这样交代 那我就这样的继续做了 听你讲了这样一幕 其实有点像现代人 兴起的所谓的环保藏 所谓树藏跟海藏 可是其实是蛮无奈的 也是有一段非常难以回顾的 这段辛酸的历史 您刚刚有提到说 您通过台办这边协助 那个时候您跟台办请求 需要这样的协助 台办的反应呢 一刚开始我想 大家可能还是 需要一点点的沟通吧 对 那个是 不过一开始 我们回去的时候 当然我要先 找我家里边那些人 对家人呢 我的堂弟啊 当然我的家人 是都不在喝这了 但是我的堂弟啊 那些亲戚啊 都还在乡下嘛 都在穿装 首先一开始 我都先找他们 后来他们的台办知道 我在找老兵的弟子 他们也就主动的 冲上来 来协助来做礼 是是 所以一切都还算顺利 这也算是完成了 这些国民的心愿 真的很不简单 而且那个时候要订机票 从台湾到山东 也是长途跋涉 两岸这样子的 还要经过香港 还经过香港的 没有像现在两岸直航呢 说过拿骨灰 对 我要告诉他 要拿骨灰 还要在香港停 然后再上飞机 那时候拿骨灰 实在是很不简单 是 尤其一个骨灰 我们的大力石 那个骨灰塔 差不多有七八公斤 八九公斤 嗯 那个我想念 你都知道的 是的 那对我这个老人来说 那时候还年轻 那时候还年轻 大概二十年以上了吧 二十几年 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了 差不多 嗯 所以那个时候 拿着骨灰坛上飞机 对自己来说 人生的经历 回想第一次 是不是也是一个 嗯 很难忘的记忆 嗯 就是 我把这个骨灰 在我心目中 这些老哥 并没有 他们还活的 嗯 所以我上飞机 下飞机 我都还跟他们讲 哎 现在上飞机了 注意哈 慢慢走 不要慌 这个 不要摔跤 不要摔跤 我这个心里边 就认为他们 还活在心目中 对 哇 我觉得好感人哦 嗯 那我想您大概 也过去 算说 大概从二十几年前 到现在 您总共 背了多少个骨灰坛 帮他们完成 遗愿吧 嗯 绝对不会少于 一杯个 嗯 一定是一杯个以上 我们喝着的 只有 五十几个 五十几个 现在一杯个以上了 嗯 其他的都是 割审的 哦 江西的 还有甘肃的 哦 甘肃 还有这个 呃 有 有 有 云南的 这个 哇 这么遥远 都有 都有哦 好 现在我办公室 还有四个 嗯 有两个山东的 一个广西壮族的 一个湖南 衡养的 是 一个安徽 一个安徽 敬险的 嗯 大部分都已经找到 他们的家 他们都找到了 嗯 就是 呃 有的是 我等他们 他们的家人 最有型人 哦 现在方便 很多了 对对对 两岸越来越开放 所以就不用你 我就不要再 这么辛苦了 哦 对对 呃 真的很感谢你 今年都已经80岁了 非常感谢你 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迈出 第一个步伐 哦 那 今年两岸扩大 纪念对峙抗战 70周年 也颁发了一些勋章 给予征战 杀场的官兵 当然我们看到两岸哦 我们从 呃 高律师您告诉我们说 呃 从两岸那个时候 都不想往来到 后来有开放 到现在 两岸其实是和平 不再炮火相向 我想您会再持续 您的步伐 或者是说 最后我想请您 谈谈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对于这些 呃 两岸分治 还有一些在台湾的 这些没有办法 呃 在他们家乡 楼叶归根的 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呃 说不能再有战争 如果没有战争 呃 你想 就不发生 呃 流浪 老兵的问题 啊 也没有什么 罗 耶路归根的问题 是吧 所以说 我的希望能够 呃 两岸要和平 啊 呃 没有战争 每个人都想回家 这是人性 是 是 没错 那那些 没有机会回家的老兵 他们的呃 呃 灵孤仍然还在台湾 啊 但是在台湾 我们的国军退出一官兵 辅导委员会 嗯 可以说是 对这些呃 呃 骨灰的保管啊 万节日的 拜拜啊 呃 都是非常隆重 嗯 而且 非常重视 嗯 啊 呃 希望 这个 他们 呃 辅导会 现在对老兵的 呃 这个骨灰也放宽了 嗯 就是说 不一定是他的家属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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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乡 是朋友 至少是你愿意 把他的骨灰呃 呃 呃 带回他的老家去 呃 呃 呃 复堂会 都欢迎 嗯 所以这是 呃 呃 一骑士的老兵啊 呃 呃 呃 感到最欣慰的一天 是 好 非常谢谢 高律师 跟我们做这样一个分享 啊 我想呢 战争是残酷的 呃 生别离 生离死别 都是我们人所不愿的 非常感谢你 那么在二十年前的时候 您秉持着 嗯 要完成这些 啊 老同乡的遗愿 呃 做了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让现在 当然两岸 已经不在兵戎相见了 我们希望和平 大家都能够继续维持 好 非常谢谢高律师 今天分享您 令人感动的 按心行脚 非常谢谢高律师 谢谢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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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